欢迎收看洪流洞见 我是洪淑芬 在世界洪流中带你一起来洞见未来 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 哈喽 淑芬好 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一开始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一半的时间 我们来谈国际的局势 那另外后半段呢 我们来谈国内 目前最新的一个发展 我们先来看到拜登政府 其实拜登政府呢 现在是急着要跳脱 这数十年来他们的政策的框架 寻求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他们要确保是经济的安全 因为看到了中国大陆 现在激起直追 已经要超越到美国 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但是这个新的经济模式呢 却遭到一些批判 像是美国安全之库 克列辛顿研究所的营运长汤普森 在复比士杂志他就说了 拜登现在的政策 只会让中国大陆抢占先机 因为现在拜登的经济政策呢 是以企业征税 另外一个是反垄断为主 以这两个部分为主 但是为什么美国智库学者 会有这样的评论呢 我觉得美国的智库 当然也分成不同方面的政治立场啊 像您刚刚提了在复比士杂志发表 那复比士杂志当然是一个强调 以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为主的 这么一个杂志 那大家知道像美国的民主党 跟共和党一个最大的不同 共和党就希望说能够尽量的减税 然后政府呢对企业的干涉是越少越好 也就是他们相信一个所谓的自由经济 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 那这也是常识连在美国所的一个立国的一个精神 但是民主党呢 基本上它是比较倾向一点 就是多强调一些社会的分配 以及社会的一个正义 也就是他们认为说 其实一个企业必须做大了以后 你必须征收更多的税 让人民去分享 另外来讲 在美国来讲 也有一个传统 就是避免任何一个企业变成独角兽 也就是它所谓的商业的垄断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民主党它的基本的核心的概念 其实也就是站在一个反垄断 以及一个企业要征税的这个立场 所以富士比这个杂志呢 基本上对它是一个批判 也其实是一个右派对于左派的一个批判 我想这是从整个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去了解的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于说 美国它的问题难道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吗 我们知道像北欧的国家 像瑞典 像芬兰 或者像挪威 甚至包括丹麦 他们都是一个高税率的一个国家 可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感觉也不错 人民之间对于国家的满意度 也是非常高的 那欧洲的国家里面呢 基本上也对于反垄断 也有一些推展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反垄断以及这个企业征税 它固然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表象 但是它可能并不在于问题的一个核心 怎么样讲就是说 我自己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 我的看法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发展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有的国家比较强调自由经济 那有的国家比较强调自由经济以外 还加上企划经济 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对于它自己的商业模式 都有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在于说 这个国家的能力到底够不够 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清廉的 这个国家的人民跟政府是不是团结的 我觉得现在从几个角度来看 美国现在出了问题 它更大的问题在于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管理机制已经出现问题了 包括因为美国的民主 它基本上它现在出现了一个政党之间互相踏伐 而不能够站在整个国家的利益去思考 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 最近美国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法案 一个就是基础建设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大概是1.2兆的美元 这个法案在2021年 也就是去年的11月5号算是通过了 可是你也知道 美国的行政效率是比较低的 这个基础建设法案包括美国的公路 美国的铁路 美国的基础建设 那这个投入的时候要花非常大的精力 在落实过程中的时候呢 又往往受到各个党派的这个自走 所以将来能不能够有效的发展 其实大家还在持续的观察下去 那另一位 老师我查一下 就说很多人认为说 像是这个基础建设 虽然它的金额非常的庞大 对美国的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这是美国的一些党派之间的一个分赃 对 当然这就是我刚刚讲 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问题嘛 所以说我觉得讨论的问题 就是每个国家 都有些基础建设的计划 但是我们必须平心而论 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或者这一二十年来 它在整个基础建设方面 已经远远超过全世界的国家了 整个国家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推动 这也是我们孙中山讲的 就是所谓的递进其力 豁畅其流 对不对 物尽其用 就是基本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 是国家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基础 可是你看美国的 你现在看到 美国由于他们一个石油企业 所以他们把重点放在 所谓的汽车工业 那你看美国的基本上铁道工程 相对就非常的薄弱 那整个每个州之间 又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所以整个跨州之间的联系 就比较糟糕了一点 它不像在一个像中国大陆 这种所谓比较威权的一个地方 它国家的一个命令下去 其实所有的基础建设 它彼此之间的配合程度 就会非常的高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谈到的像金元法案 金元法案对美国 你也知道半导体是非常重要的 它在去年的时候六月的 众议院的参议院就已经通过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的众议院 众议院还没有通过 所以你看看这么一个重要法案 由于政党之间的互相的竞争 或互相的钳制 所以脱不了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重建美好法案 重建美好法案 就包括小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福利的问题 还有一些健保的问题 还有一些清干净能源这些问题 这个牵涉大概是1.75兆的美元 那这个东西是在去年的 十一月的时候众议院通过了 可是在参议院的时候 由于有一位民主党的党 参议院委员倒戈 那共和党的权力反对 所以这个重建美好的法案就过不了 所以你看看整个对美国来讲 它基本上一些国家的重大法案 都因为国内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 互相的自走 所以很多事情推不下去了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 我们说美国是一个有追求梦想的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最早期来讲 它可以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到美国来发展 所以有所谓的美国梦 只要你到了美国愿意努力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给梅根斗一些机会 可是现在你看从这两年开始 由于它面对中国大陆的一些制裁作为 或者现在一些疫情的做法 现在美国对于包括像中国大陆 他们一些优秀的学生到美国读书 设了很多的条件 那换句话说就是很少 现在越来越少很优秀的人 他到美国去发展了 然后美国又有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族群黑白的问题 其实还是非常严重的 过去这两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暴动 也就是他社会上 他现在慢慢慢慢嘴巴封闭了 然后社会上的这个族群之间的冲突又增加了 再加上我刚刚讲的国家的行政能力又减弱了 所以整个国家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所谓只是企业的加税 或者是防止独角兽这种企业的垄断而已 因为那是一个纯粹经济政策的一个讨论的问题 但是这些东西才是整个一个美国 现在国家面对发展中 它特别是面对中国大陆跟它竞争 它现在这些所有的劣势 恰恰好都是中国大陆的优势 因为它大陆现在展现 它是用国家强硬的力量 然后是国家发达国家资本 比如说这也是我们孙中山的主张 发达国家资本截至私人资本 那中国大陆现在不是在搞这是共同富裕 这共同富裕在某种概念上 是要打击那些所谓私人企业 过分的庞大给社会所可能带来的一些危害 所以你看看说中国大陆 它现在整个展现出来 是由国家力量往前在推动 而且随着这个大数据 你知道以前的计划经济会有些问题 可是现在有了大数据以后 它国家的计划经济 它就比较更有效的推动了 因为以前的计划经济有一点无头苍蝇 那样的 可是现在在这个大数据的话 那所有的计划经济 它就可以有效的规划 三年到五年或者现在哪地方没做好 赶快去补强 这个很重要的作为 然后毫无疑问的 中国大陆内部的零距离 是远远超过美国这个黑白分裂了 然后国家的方向又非常的确定 他们大陆在整个人大里面 或者像政协里面 它不可能发生像美国参众预议 会有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力量 而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 一个口令就一个动作 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美国所面临的是 真的它在百年来没有碰过的 因为以前呢它是完全独大 完全独大 所以说它又有一个自由市场 可以去拓展它所有的贸易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它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开始慢慢茁壮了 而这个强劲对手 它的思维逻辑完全跟你是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看看美国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它怎么去因应 跟它现在也在挑战它世界权威的 另外一个崛起的经济体 我想这就是美国现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每个人当然都像虾子摸一项一样 提供更好的解决的方法 就像你刚刚富士比杂志所提到的 那我们不应该增加企业的税 因为你增加企业的税 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减弱 你应该培养一些独巧兽 让这个企业可以独断的发展 他们的不要去限制他们的威力所在 所以种种这些东西都是美国在思考 可是我的看法说最核心的概念 还是美国整个国家的体质 它的出了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些结构的问题体质的问题 如果不能够做调整的话 那美国要想跟中国大陆竞争 它可能会要更大的努力才可以做到 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因为美国的管理机制 就是内部管理机制导致削弱它的一个 经济上的竞争力 那我们看到说 美国这数十百年来的一个 美国式的民主 在面对的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优势 美国式的民主会不会有所修正呢 我觉得任何一个民主 民主它只是一个表象啊 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要过得更好 就好比说我们以前为什么觉得 美国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美国国家的精力的确比较强嘛 对 美国的国力比较强盛 人民感觉生活的比较富裕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对于美国的所有的制度 都认为它是最好的 就好比说我们认为美国好莱坞的影片 它所传达的价值都是好的 因为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我们的经济比不上它嘛 就好比说我们人穷了以后看到有钱人 我们就会模仿它的一种生活形态 或者是价值思考的方式 可是现在问题在于说 随着美国它的国力慢慢下降以后 那大家就很自然怀疑说 那第一个你美国所承担的 这个所谓的制度跟价值 是不是可以保证这个国家走得更好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我们固然很重视所谓的 就是人民来透过选举 选举我们的制度这叫做民主 可是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 更重要是老百姓 民众要因为国家的发展而获利啊 就是我们人民 台湾中国的社会一直讲民本社会嘛 以民为本 就是说一切东西都要回归我们的利益所在 那好 假如现在这个民本没有做到 那一直强调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 很多的国家就会开始质疑了 那你这样子做国家也不见得做得更好 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面 国家还是很竞争团队啊 如果国家竞争不够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第二个就思考就说 那你美国讲的美国是民主 固然讲的非常漂亮 可是你美国还是有黑白的问题啊 美国还是有族群的问题啊 美国的贫富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大 假如美国式的民主加上它的资本主义 会造就一个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社会 那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价值又有多大的意义所在呢 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强调的是一个均富的社会 中国人常讲说不换寡而换不均嘛 所以均富社会 可是恰恰好美国的这一套自由的 对不起资本主义的社会 特别是美国这一种自由资本 牛仔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它完全是以富为思考 它不在乎社会的贫富差距 你想想看我们在台湾 我们还有所谓的健保 可是你没想到说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 它的全民健保竟然推动会这么多的困难 也就是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就像牛仔式 就像美国的西部片你看过没有 那一种基本上强调英雄 强调牛仔式的那种掠夺的方式 也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 它很缺少的这一种 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老无老以及人无老 这种幼无老以及人之幼的这一种悲悯 这一种慈悲的这种概念 这是两个文化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回到你刚刚讲的 美国式的民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细部看它 它是建立在以前美国的国力够强的时候 大家对它的美国民主是充满着憧憬 可是随着它国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的时候 它在讲它美国式的民主 那其他的国家就会提出一个迟疑了 更重要我刚刚讲你讲的民主 是不是真的是民主呢 还是你只是一个价值观的输出 是为了拓展你美国的国力 而用的一种软性的 一种规范性的力量 而迫使我们接受 而最重要的目的呢 还是让你美国在这个地方 更有效的可以实行 你的国家的权利而已 虽然老师讲到说 美国的国力正在下降 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国 他们的国际策略呢 还是希望能够争取美国的重视 像是立陶宛 立陶宛因为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 以台湾为名开设的代表处之后 遭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个打压 台湾的国发会就提出要设立2亿美元的 台湾中东欧投资金 要来投资立陶宛的企业 但是在1月11号国发会跟立陶宛经济记创新部 召开了视讯会议之后这个金额又提高了 要提供10亿美元的融资基金来做这个额度 结果这个事件我们看到 其实呢立陶宛在同意台湾设立 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之后 其实呢立陶宛政府频繁的用台湾在炒作一些国际上的议题 结果他其实国内本身 他们的企业其实有一点苦不堪言 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他想要用金钱来搞外交 我想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事关到我们台湾我们自己 所以我想用跳出一个 我们站在台湾或者立陶宛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各位我们从宏观面来看这个国际政治 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所谓的国际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 你注意看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其实谈到讲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 都是其实他的背后是讲 这个大国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维护所谓的国际秩序 以及争取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简单来讲我们台中国人有句另外一个成语讲说 以大是小要以人 以小是大要以智 就是说一个小的人 你在面对一个大的权力的时候 或者一个小国家 面对一个大国家的时候 你更需要什么 更需要智慧 更需要智慧 为什么他会讲说需要智慧 因为国际政治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则 就是国际政治 每一个国家都是在乎他自己国家利益 摆在地优先的 所以当今天立陶宛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像一个小国在思考他国家外交政策的时候 他应该思考就说 我怎么样做才是符合我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那就像立陶宛他们的一些重要的人士 包括网络上批评 他就批评就说立陶宛就说 有很多事情你何必要强出头呢 他固然我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大陆我们认为现在跟大陆基本上 因为美中的关系欧洲跟中国大陆关系 现在有了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立陶宛 你出来带出头来干这个事情吗 这个事情不就是应该大国来带头 比如像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 来去纠正中国大陆 或者跟中国大陆对抗 而轮得到这个立陶宛吗 好那现在问题了 那立陶宛自己要为什么做这么事情呢 他当然他因为他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政治立场 或许我们也说台湾的外交 在这一方面也给别人算是 诱使别人在这个 促使别人在这个过程中 希望能够用台湾这个名义 因为我们看到立陶宛内部 包含了总统跟议长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意见 还有呢外长的意见也都不同 所以他们内部是 有人说他们是在办黑白脸 就说有一派是黑白是白的部分 然后来对抗 就是对于对台的关系的一个看法不一样 我倒觉得不是一个黑白脸 我倒觉得就是说立陶宛这个国家 他在面对整个两岸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他没有了解到说 两岸关系的一个复杂度 也就是对他自己的外交系统 跟他们的政治人物 他不了解这个事情 对他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很简单 对他刚开始要跟台湾发展关系的时候 他很自然想嘛 台湾代表处这有什么不对呢 对我又不能用中华民国代表处 那我用台湾代表处 台湾人不是都是所谓的台湾人吗 那我用台湾代表处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是第一个 他完全不了解两岸关系的一个敏感的程度 好我这点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对他自己要做这个事情 他以为做了以后 欧盟可能会支持他 这个他的判断可能又出现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说不是黑白脸呢 我们可以看民调看出来 我们特别去查一下 现在在立陶宛的民意机构所做的调查 他们对于现在政府的信任度 大概从11月份的21% 降到了12月份的17.3% 那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度呢 从11月份的39.6% 已经升高到了47.8% 这是非常的高 对非常的高 其实你也知道立陶宛 他现在的政府 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包括立陶宛现在呢 基本上跟欧盟也在讨论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名称 那我们台湾方面当然坚定说 不可以换成台北 因为如果从台湾代表处 换成台北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代表台湾方面 对于立陶宛的政策 是完全失败了 可是你要了解 立陶宛他现在 他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就是他一个政府 顺着民调越来越低的时候 那么他政府也必然 会受到一些调整 包括他的信任度 已经开始降低了 那可是我们的政府 又希望他不要去改这个名字 那你不要改这个名字 我们政府就开始 投入很多的资金进去 包括你刚刚讲的 20亿的资金用在什么 用在可以跟你共同 比如立陶宛 跟我们发展共同的企业 比如我们政府 给他一个蓝图说 包括半导体 包括一些高级的生物的科技 那我们这个20亿美金的资金里面 可以作为一种 所谓的给你贷款 可以做这些事情 可是你倒过来想 那有的企业会去做这个事情吗 因为国际政治是讯息万变的 万一我今天 比如台湾的企业 我要跟立陶宛合作 那我从这个政府里面 申请了很多的贷款 这个20亿美金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国际政治 搞不好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 整个猪洋变色了 那我要到立陶宛投资的计划 可能就完全会被打乱掉了 那对我公司来讲 这是不是会很大的损失吗 所以这20亿的美金呢 你说能不能发的出去 它本来是2亿 现在到10亿美金 对到10亿 对不起我讲错 到10亿美金 那这个东西 那你怎么可能推得下去呢 那好 那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 也是一个庞大的支出啊 你这个原来的2亿 是给中东欧的 那你现在呢又给10亿是专门呢 给这个立陶宛的 那立陶宛这个小国家 它人口才这么少 它能不能够挡得住 整个中国大陆对它的一些压力 也简单来讲 现在的执政党 能不能够挡得住 所有的反对党 对它像一个恶狼一样 要扑过去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台湾当然看起来 对台湾是有利的 可是今天由立陶宛来出头 来帮台湾提升它的台湾代表处 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个策略可能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它太弱了嘛 对 你如果真的有办法 你找德国第一个设台湾代表处 那这个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就算是大胜了 可是今天找一个立陶宛 它本身来讲是非常弱的 然后呢 你现在要很多的资金去投入它 10万美金支持它 可是呢 它的内部呢 它的企业 你也知道你说半导体 你给它生物科技 可是更多的立陶宛的企业是什么 它跟大陆的经贸关系 很多外国在立陶宛的投资 挂立陶宛的牌子 这些东西都进不了大陆去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般的 你说中小企业的厂商也好 这些是每个人是一张选票的 那好 我们再讲一句话 如果你今天就算搞个半导体 它能够有多少选票 所以从整个策略上来讲 我们今天找到立陶宛 帮我们出头 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值得争议性 不见得是正确的 而立陶宛呢 自己要强出头 来扮演这一个所谓 捍卫民主自由人权这个角色 我说我们站在台湾的角色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完全能够同情 也非常的感谢 可是站在立陶宛的 国家利益来讲的话 就刚刚讲 你是以小是大 你现在缺少的一些政治的判断 你太过于天真了 所以这个东西立陶宛 那我们这边呢 民进党就一定要 然后又不下台嘛 所以到最后一定会崩到最后 最后的结果 一定可能是立陶宛承受不了 整个国际政治的压力了 承受不了经济上的损失了 而他被迫让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发现说 整个一个对立陶宛的政策 就是又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挫败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时 选择立陶宛这个国家 作为我们的战略的突破口 这个东西这个战略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立陶宛这个事件是不是一个心心疗火 因为现在包含欧盟的其他国家 因为立陶宛允许台湾开设代表处之后 因为北京立刻的回击 用经济的方面来制裁 包含了法国的官员 也公开呼吁欧盟应该要迅速的回击 因为怕接下来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另外像德国 他们也罕见的一番原本是沉默的态度 出来的说话 我要问老师是说 现在欧洲国家对于对中政策 是不是呈现一个混乱的状况 包含除了立陶宛之外 还有捷克 捷克的新政府呢 现在似乎也搞得内讧 这个对华的政策 似乎好像也做了一些调整 对我觉得还是我刚刚讲 就是说其实小国站在前面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做尾巴咬狗 我们倒是狗咬尾巴嘛 那现在变成尾巴咬狗 那尾巴去咬这个狗呢 那其实在某种概念 它是违反这个常规的 所以欧洲呢 当然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国家 因为像德国刚刚换了一个政府 而像法国现在正在要举行大选 所以他们在这个 对中国大陆过程中的时候 再加上现在美国的力量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们目前站在台面上 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还是一种比较质疑的 或者是一种指责的 可是还有一个庞大的是经济利益 因为这些国家 它最终还是要面对整个经济 对它政府的一个压力所在 所以现在呢 包括欧洲的内部 我必须先坦率来讲 欧洲的内部对于 到底要对中国大陆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因为欧洲也是个非常多元化的 一个社会嘛 所以这个方面的确还没有办法 这么快的找到一个确定 用大家团结一致的方式 因为欧洲国家本来就是 二十几个国家 大家是属于高度分裂的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观察 欧洲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欧洲的国家如果要形成一个 团结去对抗中国大陆 这个东西的路还是有一点要走的 因为到底将来 比如说他们要做一种制裁法 通过的话最少现在还要个半年 到十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做出来的 那这段时间呢 会随着每个国家的内部的政治 而发生一些改变 那第二个你刚刚谈的捷克 我觉得捷克是所有欧盟国家里面 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他对台湾也非常友好 那这一次的选举呢 就是去年的十月底的选举 其实对捷克来讲 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因为你知道捷克最早发生 所谓的天鹅融的革命 天鹅融的革命 就是哈威尔总统 他象征的是一个以人权以自由 但是当哈威尔革命以后呢 基本上捷克大概还是有两种力量 一种所谓的后共产主义 所遗留下来的政治实力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俗称的 强调比较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股力量 那随着这一种后共产主义的 这些人的逐渐的凋零老去 那上一次的选举呢 就是去年年底的选举呢 等于说是自由民主人士的胜利 所以他们捷克自己很多的观察家说 大概这一次的选举是捷克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 也就是后共产时代的这一群政治人物 大概真正的退出了欧洲的 退出了捷克的舞台 那另外一群现在刚刚选上的 是自由民主这一群人呢 他们对整个捷克的政策方面 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他们更坚定的要走向欧盟跟美国的关系 他们在整个意识形态上 他比较拒绝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对他的一些影响 所以捷克现在算是东欧的国家里面 非常清晰的就是我要走欧盟的路线 我要走美国的路线 那这一次欧盟的执政里面呢 他们是五个党联合执政 这个外长呢就是比较属于年轻的39岁 他是五个政党里面叫做海盗党 那海盗党呢如果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你大概就想说一些非常年轻人的 非常自由主义思想的这一群人 那这一群人他们讲包括前一段时间 不是大概两年前的时候 捷克布拉格的市长吗 要到台湾来访问吗 那个布拉格的市长呢 也是海盗党的一员 也就是说这一群的年轻人 他们在做很多事情上的时候 他们非常可以说是 你讲好听的非常果决 讲句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呢 他们稍微有一点比较不太考虑到 所谓的对捷克或者国家的 一些整个经济上面的影响 当然他们讲的方法也是另外 他们说我们要重新恢复 重新恢复到捷克以往的荣光 也就是要捷克重新再回到 民主自由的这一边 所以你现在发现说整个这个捷克 他整个的政治意识形态 他开始倾向于跟台湾比较相近 他跟中国大陆比较有距离 但是一个问题就来了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相信一中政策 就是他们就跟立陶宛一样 跟捷克一样 不管他跟台湾再发展更好的关系 他也不可以预约他的一个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是什么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整个一个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但是他们的逻辑在于说 他也可以跟台湾发展出一种 非常好的关系 特别对他们来讲 我用一个台湾代表处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用个台湾代表处也不表示 我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要跟他发展外交关系 所以这一方面可能对中国大陆 他也必须要再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大陆将来对于两岸关系 他的容许度到底到什么地方 一个中国政策 如果这些国家都已经接受了 也就是他不跟台湾发展 所有的外交关系 但是他希望能够提升 所有的民间方面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大陆现在的 是非常小 为什么非常小 因为现在民进党执政 所以民进党执政的话 北京把任何民进党执政 有可能突破 以往所谓台表代表的关系 都把它视为是迈向台独 很重要一个指标 这是北京现在所定的一个标准 可是将来如果有一天 中国国民党执政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代表处的名称 有没有可能在满足台湾 或者满足其他国家 他们的意识形态下 也可以做某种深度提升 而又不会去碰触到 中国大陆的对外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需要中国大陆 也去思考一下的问题 老师刚提到 期待有一天 中国国民党执政的这一天 但是呢 最近包含了在台中第二选区的选举 还有呢林长佐的霸选案 国民党在这两个案子上面呢 都算是败选了 我们看到蔡英文在选举之后的隔天 立刻呢就在总统府官邸呢 召开了选举对策委员会 立刻要讨论是年底大选的一个布局 但是反观来看到国民党 国民党很多人批判 因为党主席朱立伦在败选之后 他神引了很久 并没有出来 在17小时之后 他才因为在一场的活动当中 被记者问到了 所以他才做了回应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没有看到国民党中央的 一个虚心的检讨 也没有看到党主席的一个担当 但我知道老师对于 朱立伦也有一些的批判 包含了你批判他有算是四缺主席 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不晓得说 现在目前那么多人 对于朱立伦的一个本身的批判 老师还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党的一个定位跟方向 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在哪里 除了党主席本身之外 还有哪一些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 当然是非常大了 民党现在从这三次的投票 就是第一次的公投 四项公投 以及这个罢场罢免案 还有这个中二区的补选案 就是公投罢免跟补选 这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党就找到了 他的一个胜利方程式 他这个胜利方程式是什么呢 先是由全党的力量 是全力出动的 他把任何一个地方性的选举 或者一个公投选举 甚至是一个地区性的罢免案 他都把它打成是一个 全国性的选战 而且蔡英文自己要主导 那第二个呢 他是整个掌握了所有党政军 以及媒体 还有网军 五路军马 全力出击 动用所有国家的资源 完全去做 第三个呢 他在整个做法 跟这个所谓的态度上 我觉得他可以无限的去刷 这个道德的底线 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法来讲 他敢于讲谎话 敢于不要脸 敢于去真的已经说瞎话 那这种东西呢 是国民党学不来的 那还有更重要的说 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连续发动 三场都是用全国性的选战 我觉得他的一个战略目标 当然是为了巩固蔡英文 他的政治权利 他的政治权利 因为蔡英文在今年的 2022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 开始或到结束的时候 其实他的按照政治学的来讲 他的第二任的过了中间以后 他必然已经开始走现了跛脚 但是蔡英文现在不愿意跛脚 所以你看蔡英文对于一个公投案 对一个霸仓案 或者中二区的一个地区选战案 他为什么一定要强出头 带领全军队一起出马 他要树立他的威望 他的威望在于什么 包括这一次未来的六都的提名权 他都要掌握在他的手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现在为什么对他自己的权利 有一种危机感 所以他才会投入这么大的力量 在这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民进党这段时间 为什么他可以善于打这种 全国性的整个选战 因为他认为国民党太弱了 就是说国民党或许一两个 当事人还蛮强的 但是国民党整体来讲是比较弱的 国民党他基本上 并没有得到人民更多的一个支持 所以说他敢于发动一个国民党 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党 对党的对决嘛 如果国民党他有足够的团结能力 他有足够的理念 他有足够的号召力 民进党绝对不敢用整个全党的力量 去对抗另外一个国民党嘛 就是他已经看扁你看弱你的 他才动不动就用一个全党力量 在对付你 所以你刚刚谈的问题是 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才能够一一的找出问题去解决他的方法 比如像那个我们的朱立仁主席 你刚刚讲就说其实选战战败 这是不是需要检讨 当然要检讨嘛 检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下一次打仗的胜利嘛 那第二个就是选败或选胜以后 你的态度怎么样 那态度又决定了很重要的一切嘛 因为你选择省引而选择把责任推给 这是江启臣所留下的东西事不关己 你记不记得他的发言人讲说 这是主席上任才三个月零四天 特别讲把四天讲出来 也就是把时间算得清清楚楚 这三个月四天以前的 跟我没有关系 从明天开始2020年以后 2020年选举跟我才有关系 那这三个月零四天 是不是我们已经延误了 很多的重要的容积了呢 当然有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今天国民党所选择的策略 还是用点去面对点 比如他先思考 我要选什么台南市的候选人呢 谁是我们高雄的候选人呢 谁是我们新北市的候选人 或者是桃园的候选人呢 他的所有的思考来讲 就是用点去思考点的问题 可是不要忘了 现在民进党对于国民党 他是用面 他是用一个体来打你这个点 他是用面 会用这个体来打你这个点 那国民党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用面和体 就跟他对决呢 就是这整个就是说 第一个国民党现在 整个一个战略的思想 基础上你出了问题 比如说民进党我们知道 从思想公投到霸昌案 甚至到中二选区 他的一个最重要一个战略主轴什么 就所谓的抗中宝台嘛 就是抗中宝台是他所有战略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那他用这个抗中宝台 他可以去打公投 他可以去打霸仓 他可以去打中二区的补选 他所有东西都一个抗中宝台 爱台湾 然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落后的 比如说你是个地方派系的 你是一个亲中的 所有这个包装下去打 那中国国民党如果你在这一年之间 你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大论述 就是他用抗中宝台 你用一个所谓的和平宝台 他用一个抗中宝台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大论述 就跟他对决的时候 那我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就陷入一种困境 将来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我们中国国民党思考的 就是永远是点的问题 这个叫推选谁 那个要推选谁 可是他是用一个庞大的 一个政治思想 庞大的一个战略理论 然后再夹杂他的党政军 媒体跟网军的优势 再加上我刚刚谈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可以真的已经说瞎话 整个铺天盖定最来 那么每一个候选人 他怎么去面对 这种庞大的大军呢 他很困难嘛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中国国民党在未来这一年之内 其实他早就应该开始了 三年四个月 三个月是 三个月是 零四天 零四天前 他就应该开始 把整个共和国民党的大论述 大理念要把它确定起来 然后呢 再去找一些更有当地的 有影响力的人 也就是 结构可能比人还更为重要 那人当然重要 比如说像中国国民党 现在大家比较质疑的就说 做一个主帅 你知道主帅最重要 他的魅力很重要 一个好的主帅一场的演讲 一场的整个感动人心 他可以号召大家赴汤蹈火 老师是不是觉得朱立伦没有魅力 我想这是大家可能所公认的 就是说他比较像是一个会计系的一个教授 就身上永远挂一个算盘 做任何事情先算算 这个是对我有利 我再出来 对我没利 我就不出来 就像大家讲说 你山丘哥罢免成功的时候 你马上站出来 可是这次霸昌案没有成功的时候 就神隐了好久 这些东西一个魅力 它不是一段时间 就突然之间 一个人一讲演讲就出来的 他对一个政治来问 他就要长时间 人家对他一种信任 对他一种信任 或者对他一种希望 你知道一个领导 让人家感觉希望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能只是靠口舌了 口舌过两天 可能就被他看破了 那你真正还有实力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现在 一定党的要有一套 整个的面对民进党 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 这种大论述 这种以抗中保台 这种大论述为基础的 请问一下中国国民党 有没有办法去破它 如果你破不了 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你的每一个选须 就是不断地被碾压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然后第二个 你必须对于民进党 这种讲谎话这个文化 这种只为了自己的政党利益 而不在乎台湾老百姓 未来的死活的这种东西 你必须要一种全炮性的论述 对不起 这不是一个高雄市长 不是一个台南市长候选人 也不是一个桃园市长候选人 他能够做的 他一定要是党主席 用全党的力量 结合圣和志 所有的力量 来进行一种思想的对决 各位你要知道 所有战争的对决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什么 出师有名 对不对 出师有名 这四个字大家都听过了 就是你要出兵的时候 你的理论 你的论述 你的东西要很清楚 那民运党他现在出师有名 就非常有道理 对他们来讲 第一个 我是抗中保台 第二个 我要消灭 像中二区的时候 我要消灭 中国国民党的 所有的地方派系 因为消灭地方派系 是对台湾的民主政治 发展是有利的 所以他消灭好台中的严家以后 他下一个阶段是云林的张家 他的逻辑一个一个都往下在走的 那年轻人听了以后觉得很好啊 民运党就是给我们一个 所谓的一个民主的 自由的一个社会 而国民党这种老旧封建的地方派系 是应该被扫掉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就跟别人辩驳 那比如说你也应该 你应该 你这种情况下 你有的功 有的要守 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 现在面对整个排山倒海的民进党 这种一个整个军团的力量 去打每一个点 而国民党现在是每一个点呢 用自己的点去对抗 而国民党他并没有办法 形成一套大论书 大军在后面支持这个东西 那国民党现在又没有钱了 那你怎么办 你党产又没有了 你又没有论述了 领导又缺少了魅力了 很难打了 老师在礼拜三的中常会之后呢 其实国民党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决议 就是要召开党事会议 然后呢 希望能够听取各界重要人士的看法 包含他点名的几个人 侯友宜 韩国瑜 同时也点名到了老师张亚忠教授 如果老师有机会跟朱立伦当面谈的话 老师会给朱主席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虽然你们之前在国民党党内的主席选举的时候 曾经对决 但是在现在目前国民党击落的情况之下 老师对于党主席朱立伦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其实这个建议我在9月28号 有在党国民党党选举以后他来拜访我 在9月28号的时候跟他长谈的有70分钟 我把中国国民党的所有的问题 我都跟他做了一个分析也做了一个报告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到现在为止 他基本上是完全听不进去的 那其实说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是太多了 但是核心的有两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可以去破民进党的所谓的抗中导台 所谓的爱台湾 因为这两个东西你不去破掉它以后 其实公共国民党是没有机会的 那怎么去破呢 就是民进党他现在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国民党身上 第一座大山就是他的历史文化身份的认同这种大论述 也就是把台湾人认同说我不是中国人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中国国民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就是一个品相于外来政权 他在台湾所实施的就是白色恐怖228 是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 所以国民党的是最威权 而且是最不民主的 包括跟地方派系跟黑金派系的结合 整个东西是国民党 我们必须要让它彻底的完蛋 台湾才会变得更好 这是他的一套大论述 那面对这套大论述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就必须从历史文化身份的认同上 做一些大的一些战斗 第一个我觉得中国国民党要做的就是 要学习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三份的历史文件的反省的文件 就是中国国民党要彻底的检讨 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今天沦落到在野 而且江河日下 包括我们在历史上 我们有没有捍卫到所谓的 我们真正的文化的一些身份的一些价值 再核心再白一点讲 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这个东西中国国民党不能够有效的 在理论上进行大辩论的时候 永远面对这个问题还在讨论说 中国国民党要不要改成台湾国民党 或者不要中国这两个字 也就是中国这两个字 或者中华文化这两个字 是不是对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包袱 还是一个资产 这个中国国民党必须要经过一个大辩论 第二个就是所谓两岸 民进党他现在所有操纵 就是两岸是敌对的 因为两岸是敌对的 所以我们要抗中 我们要仇中 所以国民党有没有办法 即使是在野 你也可以提出一个 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方法 让两岸从敌对可以走向和平 这个东西像我在参选的时候 我所提出我的方法 是认为说要签署两岸的和平备忘录 以国民党的身份 可是当时你记得吗 中国国民党的后来的当选朱立伦主席 他公然的说我的主张就是红统 那你如果主张两岸要结束敌对 站在朱立伦立场变成是一个红统来讲 请问一下那中国国民党 他如何去面对两岸的难题 那民进党他就希望两岸的敌对继续下去 他希望中国国民党里面 不是深蓝就是红统 那在这样子情况下 整个一个大军的压力是在下面 那我再举两个更重要的例子 基本上这是两个很大三 但是国民党还有一个最可怕的 就是他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 他是整个这个道德刷底线的 那我就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蔡英文的论文是真是假 请问一下中国国民党 难道不应该有立场吗 我在参选党主席说我讲 假如我当选党主席 第二天我中国国民党就成立论文的追查委员会 第一个做公开的宣示 公开什么宣示 就是任何这个追查过程中 即使中国国民党以前在执政的时期 有一些人去配合蔡英文所犯下的错误 中国国民党也绝对不容宽待 而且中国国民党必须要做宣示 现在在论文门的过程中的时候 任何现在的教育部的官员 你敢于去包庇或者掩灭证据的时候 将来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 绝对追查而不宽扰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国民党 必须要表达出非常坚定的立场 面对蔡英文论文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在讲 就是我最近要做的事情 各位知道民进党怎么去痛恨 怎么去修理中国国民党 把中国国民党打成是一个威权的 而是一个不民主的 对不起台湾的 坏事做尽的中国国民党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典型是谁 他们所塑造出的一个原型 就是蒋中正先生 蒋中正先生在228 在白色恐怖 他们认为是一个筷子手 是一个凶手 但是绝口不提蒋中正先生 在保卫台湾的安全 在地方自治 在土地改革 在经济建设 在文化发展 在九连国教方面 对付台湾的具体贡献 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 在这几年来 不断在这操作蒋中正这件事情上 有什么时候看到中国国民党 以党的力量 率领党的群众敢于去捍卫这个事情 一副就是势不关己 而且认为这个东西会影响他的选情 所以每个人面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碰 那民进党就不断地追杀到底 所以我的看法就说 刚刚追求所谓蔡英文的论文 是一个咎求真的话 台湾的社会 国民党要开始给台湾社会 告诉台湾社会 台湾社会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感恩的社会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善良的社会 我们知道吃果子拜树头 吃米饭尽甜头 就是我们台湾社会最可爱的地方 是我们是一个感恩的社会 所以中国国民党必须要把这个感恩的心 从整个社会中再提炼出来 所以我在1月23号 我在下午1点23分 我就在自由广场 我办一个活动叫做散报蒋中正 也就是蒋中正既然对台湾有这么攻 我们舍得或者忍心去把别人的庙 他民进党讲他叫中正庙 你忍心去把别人给他摧毁 或者给他损害 或者给他移除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说 我们台湾的社会要不要针对问题的事情要好好讨论 各位不要觉得这是个小事情 追求真追求善良 这应该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基础 而恰恰好如果我们能够追求善追求真 就整个瓦解掉了民进党 他所有一个大论述 他这些网军所有欺骗的一个基础 这些事情应该党中央全体来做的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党中央在思考什么 谁是最好的高雄人选 谁是台南的人选 谁是可以找桃园的人选 还停留在一个找一个将军去打仗的 各位当你没有背后一个整个大的逻辑 大的战略方向的时候 这几个再优秀的将军 他也抵挡不到民进党 这种以全党而来的这种思想垄断的 这种大洪流啊 老师在这个国民党这次历经了几次的败选之后 有很多的声音都希望党主席朱立伦下台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国民党以现在目前的情况 是没有本钱再去改选一个新的党主席 对于国民党来说会是一个非常 一个强大一个刺激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说 如果现在党主席是老师张亚中的话 国民党是不会落得如此的下掌 选什么败什么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老师未来的政治动向 我知道老师在这段的时间 其实呢也非常的忙碌 包含了霸场的部分 参与了非常多的活动 很多网友都很关心老师 未来政治动向 是不是跟我分享一下 我刚刚讲的所有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问题 包括你看我现在 上次不是挑战民进党吗 希望民进党在228的事情 跟我来辩论三个问题 最少辩论一个问题吧 就是蒋介石 蒋中正先生 他是不是228的元凶 因为这件事情 是所有228最重要的 因为228是一个历史的伤痛 但是民进党就把228打成是 蒋介石元凶来借机会来谈 你看看都是外省在破坏本省 然后谈的是台湾的精英 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所有都是国民党对不起台湾的人民 所以换言之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在历史文化身份认同方面 我刚刚所讲的东西 都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两岸这一块 大家知道在两岸这一块 我大概算是两岸之间的学者之间 有一套非常完整的 能够结束两岸敌对 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 这么一个大论述 当然很可惜 我现在不是党主席 我没有办法以党主席身份 给北京进行政治对话 因为我相信只要开始进行政治对话 他就可以消解掉民进党 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这个大论述 但是我也只能用我非常微弱的力量 再继续的在两岸中 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 大家方便比较不方便行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中 的确我也出现非常多的一些困难 这是我没办法做到的 那另外来讲我刚刚讲的 我会持续的办素环针的活动 就是找寻台湾的蔡英文的论文的真相 以及在这个善友善报的 这个概念上我会持续的做 那朱立伦他今天到底要怎么走 我觉得取决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应该知道 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做 但是如果说现在还是按照现在的逻辑来讲 那么下去以后 很可能国民党在2022年跟2024年会到挫败 就像我在批评民进党一样 民进党以前说2025年 我们的非核家园 我们的再生领域可以到20% 结果前两天说 我们大概只能到15.7% 我可以打包票 到了2024年12%都到不了 因为现在才5.8% 可是2024年以后 他们双手一走 就说我下台了 我道歉 你道歉 台湾的人员已经缺了以后 台湾的企业往哪走 台湾就失去了竞争率的机会 请问往哪走 所以各位民主政治有一个非常坏的现象 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以他的官位去留 作为负责任的表现 你的官位去留有这么重要吗 人民的未来国家的未来 是不是更重要一点 可是我们现在的民主机制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国民党现在可以开始提案 在立法院就提案 民进党现在说 2025年的非核家园 你现在讲的是15.73 可不可以告诉我2024年是什么 2024年标准是什么 如果2024年标准做不到怎么办 你政务官的退休金要不要扣掉 你们必须要有点惩罚机制吧 你不能光下台就没事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民主最重要一种问责机制 可是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治 包括西方很多民主没有问责机制 大家都是责任政治 输了就下台 不好就下台 那整个国家就往下再走 所以我也希望朱立伦主席 他今天要 既然要继续带来大家2020年的选战 请你提出一个真正可以负责的方式 来证明说你敢于为大家打 能够有的能力跟大家打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今天国民党已经面临的危机存亡的时候了 今天上上下下必须要团结在一起 但是真正团结不只是团结在一个领导人下面 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大论述的下面 这是不是更重要一点 老师说了团结 但是很多人现在认为说 国民党内呢 其实分裂的非常的严重 有人说一到十分蓝 其实国民党内呢 这个光谱蓝的光谱呢 就分了大概有十分 老师怎么认为 这分别的国民党要怎么整并呢 要放弃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把什么国民党 分成什么反共蓝啊 战斗蓝啊什么蓝啊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一贯的策略 就是把你国民党分成好几个蓝 那我的国民党的蓝什么 国民党作为一个 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中国国民党的执政啊 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目的 是为台湾的人民国家的未来 能够带得出去啊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之后 不要老想是中国国民党如何赢嘛 就像你看这一次在公投的选举 还有像这次中俄补选 太多的选举什么 你发现我们很多的地方诸侯 在所有思考问题的时候说 我现在的表态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民调 对我下次的选举会不会有帮助 对很多人在面对过程中 想的都是自己嘛 那好 最低人想到自己 然后呢 对党主席想的是中国国民党 可是如果你今天的政策 不能够为整个中华民国 为台湾发展 老百姓谁在乎你国民党执政 跟民党执政啊 所以我刚刚讲的几个问题 我们这个身份文化的认同的问题 各位我们今天几个例子来讲 现在的民调 百分之六十五认为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你站在选举的角度来讲 为了现在的选举 每个地方首长一定不敢碰这个问题 因为碰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选票 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这个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率 就一直不断的升高 那假如有天升高到八九十的时候 那两岸就一定发生战争了嘛 那就是台湾就输掉了嘛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 你了解每个县市长他不敢讲 可是中央的党部的态度 这个事情你必须要跟所有的沟通 这个是对的事情 我们中国国民党就要往前再走 真的不要把一两次小地方的选举 看成是好像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当一个家长 我们不要把小孩子每一次月考 好像都是生死存亡之战 月考算什么嘛 一次的选举了不起成败嘛 但是中国国民党的长久 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未来 这是更长远的事情 所以中国国民党一定要 我不敢说你把所有的选举 放到一边 当然选举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选举背后 怎么赢更重要 就怎么赢的概念就是说 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理念 可以确保台湾能够走向 更好的未来 就像两岸关系来讲 两岸和平难道不重要吗 两岸解决政治难题不重要吗 可是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是不敢碰这个问题 那你越不敢碰这个问题 民进党是不是声音就越大 民进党声音越大 他就永远掌留了主流论述 然后呢 对一些县市首长 他也不敢碰啊 因为这个东西跟他没有关系啊 那你大家都不敢碰 那请问一下 到了最后 台湾不就一直往一偏 就走下去了吗 所以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讲 党事会议当然要开啊 但是党事会议不是在那边 就半个大家讨论会嘛 两岸到底要怎么走 我张耳中很乐意 跟所有的赵少康 跟你朱立仁来辩论嘛 两岸应该怎么走嘛 对到底你主张的 求同遵义好 还是你主张的两岸关系 不要去谈也好 还是你主张爆美国大堆好 还是应该两岸的和解更为重要 国民党可以反复的辩证的 可是国民党现在还是缺少这种机制了 因为国民党有一种文化 就是说大家强调表面的和谐 深害怕这种辩论 又影响了大家的感情 你放心好了 又很会跑出来说 现在的2022年最重要 大家重点打2022年就好了 不要再花时间去讨论 这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 一定会有这种人声音出来 所以国民党就每一次为了选举 2022年有了 2024 2026 2028 每一年应付那个短的选举 而失去了讨厌这个长久的 国民党的千秋大叶 国家这个基础的一个机会 这就造成了中国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没有理念 没有灵魂 那以前还可以靠个党产去打一打 现在党产也没了 以前还靠中央的权力 现在中央也没了 没有了政治权力 没有了党产 又没有了理念 领导人又缺少政治的魅力 请问这个仗打起来是不是非常辛苦 偶尔可能打赢一个小小的区域选战 然后呢全国性的就很难打赢了 然后呢打赢的这些地方 诸侯又勇兵自重 为什么 因为中央其他都输 只有我赢啊 所以他在党内的政治力量就提高了 所以整个就进入这种 恶性循环里面去了 所以造成了国民党的困境是所在 希望党主席朱立伦 这部分也能够听进去了 那如果在党市会议当中呢 如果是可以来一场辩论的话 我相信张亚中教授呢 是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宝贵的意见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深入的评论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看完了 《洪流洞见》之后 要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同时在底下留言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再见